元圣母亲一出场 就看出她是一个十分良不无情的人 她甚至连亲生儿子的婚派 都不管不顾 实际上 她的良薄另有隐情 这其中牵扯了梁家 元家 屈嫁三族几十年的恩怨纠葛 元圣母亲嫁给元圣父亲元配是二婚 而她投婚是嫁给了元配的堂哥元宇 元氏 梁氏 屈氏三族的恩怨与存亡融入 许多年前 梁屈两家反目成仇 争夺不止 两边都为此而出了人命 后来丽帝暴虐现今的皇帝 就是推翻了丽帝的政权 祸害天下 梁屈两家居受残害 于是指得摒弃前嫌 共度难关 并相约要世代通婚 结情尽之好 和梁屈家话仇为亲不同 元梁两家一直是通家之好 元圣母亲梁氏与元宇自幼青梅竹马 互相爱慕 当年岁到了便在亲长的主持下成了婚 元圣的曾祖父有四个儿子 每个儿子又生有四个儿子 元配只是四房第三子 那时的元家织反夜貌 人才济济 正是鼎盛时期 于是当元配告诉父亲自己既不爱读书 又无心仕途 只想去江湖仗剑走天涯时 元家曾祖父十分看明地同意了 可惜好景不长 后来立地篡位 将原先的老陈勋贵杀过一遍 开始提拔畏惧中断的士族名士 在势力中颇有名气的元家曾祖父 只能受召入长安城 起初几年 立地对他们还算客气 经常给这些世家大族家观进爵 于是元圣曾祖父间接放下戒心 带了一部分儿孙进长安 然而随着立地心症的弊端出现 天下祸乱平生 立地便凶相毕露了 元圣曾祖父有一个必胜之交 他的儿子在外资助起一支事 事情被揭发后立地就要杀人 元圣曾祖父赶紧为至交作保 同时四季逃脱 然而立地早有提防 事情败露后 两家在长安的所有家人统统被杀 悬尸城门 立地还下令官府通缉捕杀元氏一族 当时在祖籍躲藏不及的元家宗亲 被杀了五六十口 当时和元圣母亲刚刚新婚的元宇 既不在长安 也不在祖籍 她正带着新婚夫人游山玩水 得到元家亲友通知后 她原本可以逃之夭夭的 可家中的老弱妇孺正在遭到追捕屠杀 男子和大丈夫 她怎么可能放下不管 于是安置好妻子后 她就领着府兵回元籍救人了 这一句 元家免于灭顶之灾 一半的又年子弟被救了回来 可元宇却为此而死了 得知恶好的元圣母亲痛彻心扉 生不如死 元宇这边一死 元配的江湖大侠梦也做不成了 因为比他年长的同龄的亲兄弟 堂兄弟全死光了 他是元室主之中谨胜的 好友善战的子弟了 元配看着家中那些还未及惯的少年 还有一群更加年幼的孩童 元配只能忍痛放弃 他在江湖中遇到的心上人第五合宜 尽管他与他立下誓言 要仗见江湖 永不分离 与此同时 举世也因为自家产业 被立地折垂涎 而不断受到打压陷害 去邻君太子妃赐三子的梁夫人 也是太子妃曾经的情敌的两位叔父 背扣了个莫名其妙的罪名死在狱中 去使老家主吐血气死 只有梁家看似暂时无恙 然而刚上任的家主梁周牧果敢锐智 他断言 若梁氏作是元区梁家因其灭亡而无动于衷 那么很快也会轮到自己 所以 元梁区三家家主相聚一处 杀血为盟 决一举一起反立地 不过造反这种要诸九族的大事 光靠手指上起滴血还不够 还需要加上最保险的殷亲之盟 当时梁周牧的妻子正是屈家女 可是元圣母亲却刚守了寡 正是心如死灰行尸走肉 于是他的父亲苦苦哀求女儿大举为重 再嫁一回元家子弟 在家族存亡和石山血海面前 什么海石山盟和悲伤男人都显得矫情 元配不能眼睁睁看着家族覆面 梁夫人也不能无视老父的哀求 于是他们都妥协了 做好一切准备后 三家召集所有家族势力 外家高价征兵 购买打仗兵器 起兵造反 很快杀光了立地在他们势力范围内的心腹 占据两军树线之地为自己的地盘 三家无心称雄 只想扛住立地的迫害 在乱世中找到合适的主军 数年后他们终于遇到民主 投靠了一期风发的皇帝 三家子弟才逐渐繁衍生息 得以在漫长的岁月中 慢慢恢复元气 元配心上人第五合宜惨死 其兄第五呈上门杀元配报仇 元圣母亲和元配婚后不久 生下了元圣 元配的心上人第五合宜突然来找元配 不知两人在书房里争执了些什么 第五合宜忽然拔剑相向 甚至抓着强宝中的元圣 威胁元配跟他走 两人动静闹得太大 惊动了病重卧床的元配父亲 他一怒之下让人抬他出去 哄骗第五合宜放下了元圣 然后令弓箭首鼠箭齐发 最终第五合宜万箭穿心而死 元配见心上人被自己的父亲所杀 原本不想活了 可是元配父亲当夜就自尽了 便留下一言 为付给你的心上人抵命 你给我好好护着元家 元家当时才刚从立地手下证出一条生路 城市要守 明君要寻 前头有千万难关要过 元配父亲不可能让一个江湖女子 带走年轻有才干的家主 元生母亲本就与元配貌合神离 两人的联姻还间接造成了 元配心上人第五合宜的死 两人不可能抛下心中所有芥蒂 至此 元配与元生母亲安莫大于心思 只能建立在外人面前相敬如宾 虽然他们的躯体还在为守护家族尽义务 可他们所有的爱恨与快乐都留在了过去 都留在最青春 美好 各自与心爱的人两情相悦的时光中了 写在最后 元圣母亲和父亲都不是自私良薄之人 两人都遭遇过家族巨变 在事故累累中 看透了世间冷暖 却仍然能够舍弃自己 为家族做出牺牲 实为大义 一书说 生命从来不是公平的 得到多少 便要靠那个多少做到最好 努力地生活下去 但有些记忆太过刻骨铭心 一辈子也无法忘掉了 元圣母亲和父亲已经尽力了 但元圣却始终感受不到父母的疼爱 所以他才对表面上自幼与父母兄弟分离 实际上却在家备受宠爱 活得鲜活真实 敢做敢当的少商又爱又恨 受父母的影响 元圣不懂得如何去爱 也不敢去爱 他必须为自己的师徒宠谋 为家族的强大而活 所以即便元圣和少商已经定期 他却还是和他遗憾错过了